黑猿展翅偶翔 气势凌人 但人们不知道的是 在他们自由飞翔的同时 已经有好多他们的同类 疑似因为红豆农 使用农药的问题 数量越来越少 因为他们是急性 就像是喝农药而死 看看红豆田里 这边一只 那边一只 通通都是疑似 中毒身亡的野生鸟类 其中就连协助拍摄 纪录片的团队人员 也得戴上口罩 原来他们因为要拍摄纪录片 常常得在田里 待上好一段时间 但疑似因为农药影响 害得工作人员 纪录片拍到一半 就得挂起诊 老鹰它本来就是生活 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它是最接近我们人类的 一种蒙集 那这种鹰如果消失的话 表示说这个环境 有一点问题 原来有部分的红豆农 为了防鸟害 不得已都会像这样 在田间喷洒农药 却间接造成黑渊 因捡食鸟失而死亡 其中原本担任老师的沈正中 为了守护黑渊 毅然决然放弃工程 当起了老鹰先生 这一段艰难刻苦的守护之路 让导演梁洁德 一花就是23年跟拍 希望唤起大众 对于友善土地的认知 我们有100个红豆 有10个在上面 这会会吃 但是农民你看到这会很好的 所以他会去 叫那个车 串旁给他吃 为了让红豆远离鸟害 维持产量 却牺牲了鸟类生态 研究员还发现 光是一年 屏东地区就有3000多只鸟类 遭刻意毒死 希望透过纪录片 最真实的画面 来提醒农民 也提醒民众 因为今天被毒死的是鸟类 明天很有可能 就换成人类 接着留意请张思怡 屏东报道 平静 大厚 的是鸟团 好吧 两个 因为